小屯村 位于河南省安阳市 这个偏僻的村庄 因为挖掘出土了 商代后期都城遗址 阴区而闻名世界 商代在这里建都达273年 是中国历史上 可以确定位置的 最早的都城 然而由于盗墓贼的猖獗 自1928年殷墟被发现后 几乎所有的墓葬 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使得殷墟的考古工作 困难重重 老一辈的考古学家 历史学家 正在研究 中国历史文化分歧问题 这个时候指 郭木洛 什么范文兰 这些老先生们 就是说这个中国 就是奴隶社会到什么时候结束 什么时候开始 在当时是一个热点 本期口述人 郑震香 生于1929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1976年 主持发掘了河南安阳富豪墓 对我国殷商考古 有重大意义 1974年冬天 安阳小屯村的村民 为了能让第二年有个好收成 准备对村边一片闲置的高地 进行平整 这个消息 传到了时任安阳考古队副队长的郑震香那里 他吃了一惊 急忙赶到了现场 你在阴虚的范围之内 你都必须有这个闲儿 它就是平地 也不能随便挖 也得探一探 小屯嘛 整个这个地方都不能动 那在我们那就是寸图寸金 那一块搞 你要平地 一块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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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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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探的过程 你就发现 从东到西 有70米长的地方 都是寸图 但是寸图 我们从图色 图质来看 可以看出 它不是一个整体 因为同一个房子 它的土 应该是差不多的 要是你建一个房子 我又建一个房子 这两个田土 应该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发现是 树桌 很多的房积 集中到一块儿了 因为我们探探探嘛 它总是有距离的 一般的就是 一米五一个探杆 有时候 比较三米一个探杆 也可以 一个探孔也可以 但是就是你 怎么说你中间 不可能知道 它连不连 它只能根据土色和土质 硬度来断定 这不是一个房子 夯土 就是人用夯杂实的土 在熟土层下面 出现了大片的夯土层 说明了地下的确存在着 古人活动的遗迹 这也证实了 郑镇湘的判断 由于当时正是龙东世界 洞土层太厚 郑镇湘决定 先将这片高地保护起来 待第二年开春后再进行挖掘 第二年开春 在郑镇湘的指挥下 考古队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开出了一片超过一千平方米的挖掘场 发现了大量的房屋遗迹 那个时候也没有多大的队伍 就是我和我二人 两个人去发掘 湖南岸也还有一个 除了我们俩一般 还有一个南京大学的 一个姓张老师 我们的一个基本观念 就是平面先揭开 平面先揭开 你就看比方说有房子 你这房子都揭出来 比方说这房子怎么排列大小 这是不是 也就是有个基本的布局 你得把它弄清楚 它说是南北一排呢 还是东西一排呢 还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那个 还是这房子都大小差不多呢 还是有大有小的呢 你比方说新世纪时代 不就往往一个大房子 周围有好多小房子 那殷墟它不是这样 它都是差不多的房子 在一个位置 那也有一个大 也有大的房子 郑振乡对于殷墟很熟悉 而这些发现 并没有让他感到特别兴奋 自从1928年 李济 董作斌等中国第一代 现代考古学家 发现殷墟开始 经过几十年的考古挖掘 人们对这片遗址 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 发现房屋移植非常正常 1976年5月16日 郑振乡和同事们 像平常一样 开始着手整理一片房积移植 然而一个意外的发现 让郑振乡警觉了起来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挖着 先自在上面挖着一个房子 房积厚度呢 就是说打夯土的厚度 只有四十多厘米 但是往下还是夯土 那个方土颜色不一样了 就不像是一丝 就是跟房子不是一回事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房子掀掉了 要掀掉以后 再底下出来 就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坑 这个坑也是很土 我们掀墙只有三米五了 掀墙下去以后 一个掀墙下去掀不到底 掀不到底 那飞着很大的劲 后来又用那个凝肝 接着一个肝 一些农民呢 就不说是这个东西是房根脚 他们就认为是房基不是木 说这个地方好像没有木 因为那是王的宫殿区嘛 所以就是农民也有一些看法吧 不过当时我说 我们的考古它有一条基本关子 就是挖到生土为止 就不能够漏掉 十几年的野外工作经验 让他感觉到这片夯土层的厚度非常反常 为了探测 夯土层下面的真实情况 郑振乡又找来了几个熟练的工人 接着往下勘探 那天我们开工的时候就跟大家说了 咱们今天是等于背水一战 探到底是空坑 咱也死心了 就是咱就别这么在这傻蛋 然后说要是四木就赶快挖 就是两种 这会儿就是那天 说完了咱们今天不管几点钟 都要这一天都得干下来 然后早干完了早收工 晚干完了晚收工 反正就是探到底 那个荷宝国那时候 它是把杆的 它是就是你比方 你像往下探吧 你就拧个拧杆 它就果然推 推那个杆 就是就跟打转一样 你要一转呢 它不就下去了吗 它那个这把杆呢 它是在中间 另外的人就是推的那个 推另外一个 你得有一个东西插到那个 上面阶杆上面有个孔 那它推那个就推磨死去 反正它下去了嘛 你上面人就推嘛 推的过程里头 那是到时候 就突然间它就踏下去 这碳杆 那碳的时候是挺困难的 一寸一寸就往下探 可是它这个一下就 这个杆一下下去 那个大概 那时候差不多七十公分 就是你完了之后 就是底下 你后来再探 就到点了